第一 我覺得這個我們不應該把它看成是對中國的一個挑戰 因為南中國海是國際的公海 哪一個國家的軍艦跟商船都有權利在公海上去航行 現在英國、法國跟美國其實也不僅是他們三個國家 別的國家 比方說澳大利亞、日本他們都有同樣的政策 就是在南中國海的公海上自由航行 那是國際發展給他們的權利 所以他們在做這樣的航行 根本不是說要對中國來做什麼挑戰 現在我們都看成好像是對中國挑戰 是因為中國政府基本上說 南中國海 基本上大家應該把它看成為中國領海來 還是中國有海權的地方來處理 所以才說成是什麼的一個挑戰 嗯哼